长沙 萧香大地的一颗璀璨明珠 享誉中外的历史古城 人文汇翠的文化名城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 长沙昂首阔步迈进十一五的美景之中 拖升起2010年崭新的太阳 到2010年 长沙总人口达到650万 都市区人口达245万 一座崛起中部的都市 傲然挺立于世人面前 湘江北去 橘子周头 看万山红遍 曾临静染 一代伟人毛泽东 曾在此激扬文字指点江山 如今江山如画 从空州岛至香卢州 长达128公里的香江生态风光带 以聚雏形 四季香江 波光荡漾 菊州福壁 山水相应 这条岩浆绿色走廊 创造了国内内核综合开发利用的吉尼斯新记录 水的文章妙笔生花 湘江川 江江川城而过 流阳河 湾延东来 综合开发岳湖 后湖 西湖 梅西湖 团结湖 长河 湖 河湖 河湖 水的灵运和情运 过江通道 车流不息 轨道交通 风驰电掣 互联互通的路网格局全面形成 城区构建了半个小时可达的快速交通网络 现代化国际空港 黄花机场 破建俊东 超大型客机直飞世界各地 武广专线列车到广州 只需三小时 长珠高速 长潭西线高速 京城长珠潭高速外环 与湘江生态景观防洪道路一起 加速了长珠潭城市群的一体化对接 长沙港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化内核港口 大手笔的基础设施建设为长沙崛起中部提供了坚实支撑 湘江和流洋河温情地交汇于新河三角洲 这是著名的两管艺厅 长沙的文化地标 漫步于长沙博物馆 仿佛长翔于历史的隧道 入夜 东方的悉泥 醉人的空气里 飘动着从音乐厅流出大诗的音符 湖南报业文化城 长沙文化艺术中心 长沙新广电中心 省青少年活动中心 文化标志性建筑 光彩夺目 同观瑶遗址 马王堆汉墓 申保世界文化遗产 开福寺宗教文化街区 清水塘旅游文化街区 太平街历史文化街区 缩影历史文化名城 留住历史的文脉 长沙一派庄重典养 媒体传播 出版发行 文语休闲 文化旅游 卡通动漫 文博会展和体育文化七大主导产业 领先全国 占地面积一千五百亩的长沙卡通城 成为中国最大的原创动漫品牌基地 长沙迪斯尼如梦如幻 标志性建筑是凝固的音符 城市广场是文化的海洋 路 桥 水 电 通讯等设施健全完善 文明社区文明社区文化活跃建设移居城市 环城内圈和绕城外圈两圈灵带绿绕长沙 湘江 流洋河 唠刀河 靖江河 龙芒港 回塘河等六条江河风光带和一大批森林公园 生态主题公园和成片绿地满城铺绿 十一五期间 GDP年均增长13%左右 到2010年 经济总量达2800亿元 地方财政收入达261亿元 国家级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科技产业新城 路股 横空出世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是长沙工业领跑中部的核心动力 三一重工 中联重科 名扬海内外 长沙成为中国南方最具竞争力的工程机械研制基地 以长风猎豹 美地客车 福田卡车为代表 长沙在国内汽车市场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远大空调 远销国际市场 电子信息 新材料 生物工程 和新医药等新兴产业加速壮大 白沙文化的品牌 绿色的品牌 流洋花炮绽放在世界大都市节庆 会展的夜空 绚烂缤纷 以中兴城区的中央商务区为内圈 二三环线为中圈 外环线周边区域为外圈 长沙商贸物流的辐射力大为增强 福荣中路成为区域金融中心 打造区域性高效农业住心 传统生态农业环带各具特色 百里苗木走廊 茶叶走廊 优质水稻走廊 优质水产走廊 为农业构筑起产业化 市场化 品牌化的主阵地 社会保障有力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覆盖率达百分之七十 失业保险覆盖率达百分之七十四 农村合作医疗参科率达百分之九十 人民安居乐业 人均住房面积达三十二平方米 国民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十二年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百分之五十 构建公共安全体系 大造平安长沙 六百五十万长沙人 一心一意 谋发展 创红图 文字相同家 Selic 两人 文字曲码